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商业组织 成功命名的基层技术 它是一个必选题 而不是一个选择题 所以对于路易达夫来讲 做数字化转型 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做得更快 更好 能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化应用市场 在这里有了大量的 被数字化技术重塑的商业行为 以及消费行为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不断扩张 我们希望能够触达到更多的市场 跟最终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在中国 现在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的着眼点 就是怎么样利用技术 能够重塑我们的商业模式和运行模式 帮助我们提升整体效率 以及能够触达到更多的商业终端 我们目前正打算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通过航海加项目 重塑我们的核心大宗商品交易管理系统 然后在这基础上 我们可以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通过新的数字化技术 比如区块链 来重塑我们的商业模式 和我们的核心运营模式 我想过去50年 路易达夫在中国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 见证了一个最大的经济奇迹 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我期待在接下来的50年中 和路易达夫一起 见证更多奇迹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